嗨,大家好,我是Vic 我们开始吧 影片内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另外,影片的施工与测试都是非专业执行 如果要自己执行,请务必考量自己能力 真的无法完成,请找专业人士协助 OK,我们继续开始吧 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用这台J-Power 前几集我们有和大家分享 怎么去诊断这台车现在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换了控率 同时我们也清洁了节流法 今天剩下最后一样就是床洞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把它的床洞拆开来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要去更换 床洞这种东西在我们频道已经分享很多了 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放阅我以前的影片 我几乎都是不尝试和大家去分享 那不用多说 我们就赶快来打床洞拆开来 看一下,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施工吧 床洞的拆解其实远离也都很简单 我们之前都一直和大家分享过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看了蛮多次了 看到最后面你们都会自己想要动手 尝试着做床洞 不过这边也是要跟各位讲 DIY都一定是会有风险的 所以你一定要评估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能力有限 那你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 不一定要马上去拆床洞 那床洞的原理 其实说真的一句话 把每个零件拆开来都是很简单 可是今天要合在一起 那就不简单了 很多学问都在里面 而且我也觉得有一种好现象 就是越来越多同行开始也在自己拍摄影片 那这个现象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维修的过程越来越透明化 你只要维修过程是越来越透明化 那消费者其实更了解你的施工方式 再来对你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消费者也是可以从中了解到 原来你是这样子处理 那我更可以把车放心的交给你 越来越多人在拍摄这些所有东西 对于消费者来讲 更好 无论他们施工的方法是不是正确 那个我觉得都其次 可是更重要的是代表说 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领域 然后分享这些所有东西 不管是怎么样 对于下一位在看到的人来讲 都是帮助很大的 网路资讯是越来越透明的 所以你资讯越透明 对你来讲是越好 你的维修方式越公开 越透明化 那其实消费者他更相信你的技术 另外一点是我觉得 资讯还有资源可以互相的共享 你可以去思考 假设我也是同行 你也是同行 我们互相拍片 拍完片后呢 我们可以互相的去交流 良性的一些讨论 我还是在当学徒的时候 我们真的都是属于那种 测汉跟测汉之间会互相的分享资讯 不是属于那种 你为什么我不敢 我不想跟你讲等等之类 那我觉得有自己的配方是合理的 可是说真的一句话 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公开 只会越来越公开 各位你们也可以去思考 真的有很多人会DIY吗 因为会DIY的人有限 在国外一大堆人DIY 可是你们有没有去思考 那些车厂为什么还可以生存 因为他们做的东西是更专业的 我早在三四年前在拍这些影片的时候 我是被很多同行在那边酸言酸语 说我怎样等等之类的 我其实我都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有想说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然后你看三四年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越来越多一些车行 甚至一些个人工作室 开始也自己拍摄了 目的是什么 不外乎就是增加自己的营业额 希望有更多消费者可以来你的店施工 第二个你施工越透明 对于你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消费者会知道你是怎么施工的 第三我更希望的是大家理念相同 我们一起把这个环境用好 你如果技术上的资源互相共享 这个领域的技术是会一直成长上去的 台湾就是这么小 要对抗的其实是外面 我们自己要团结一点 OK 讲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传动其实都是油 那等一下我们会拆开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油 有可能是油风漏掉了 但是我觉得油风漏掉的机会应该很少 因为如果是油风漏掉的话 你看到会有湿湿黏黏的 我觉得应该是长期都没有在清 2011年5月30号 这台车是从新车一开始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拆过传动整理 所以我都会说一句话 拆了传动答案全部都出来了 不用想那么多 那我们来拆吧 把传动稍微拆开来 然后清洁一下 我觉得基本上这台车就一个小段落了 然后呢 因为剩余其他的 我们会试状况来整理 传动的清洁还是要做 可是有些人会问我说 那一直清洁 一直清洁是不是不好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 是看于你怎么施工 你看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 这台车到底有没有被拆过 我可以跟各位讲 应该是没有特别去拆过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可以看 你没有看到 离合器这里做记号 这是原厂出厂的离合器 他们都会做记号 到现在都还在 那我可以很大胆的证明一件事情是 这台车从一开始到现在 这台车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拆过 难怪我朋友会跟我说 请我帮他看一下 我们来看皮带 一样 皮带两边都翘翘 虽然你两侧都没有产生一些 剧烈的状况 很多人看皮带都会这样子拗 那有些人他们会直接拗很大给你看 其实是不需要的 你只要稍微这样子 跟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看一下就好 基本上我考虑会换 因为第一个 它两边已经翘翘了 这两边翘翘 它就会影响到 它整个变速的过程 宽度都会改变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这边的宽度 它都有写20乘739 739就是它的长度 所以这个我们会考虑换掉 再来是枫叶盘 有没有看到这里 所以代表我朋友曾经也有拉过高速 那这个的话其实 有时候你可以看可以扣得掉 扣得掉代表是怎样 代表就是皮带 它释出胶质 然后因为热 然后附着在上面 不过都要换了 有点小小的 吃勾了 普利盘也是一样 有没有看到 这样一圈 这代表我朋友有拉高速 只是拉上去后 不是很好 他有跟我讲力道上不去 那它的普利珠意味 很厉害的是 这普利珠的方向是装反的 你看这个放反 所以你没有发现到这里 金属跑出来 这个就是普利珠放反所造成的 你越透明化 是越好的 大家自己会去挑选嘛 网路时代就是这样子 只会越来越公开 越来越透明化 就看你什么时候要去做而已 那前面的油风 我看起来是还好 我觉得这应该是 长期累积所下来的 好 所以我们就 把传冻清洁一下 普利盘 枫叶盘这些 我都有帮它备料的 大坛华我也有帮它备料 皮带我也有帮它备料 然后等一下离合器皮这里 我们会抹一抹 好 我们先来施工吧 先来做一些清洁 很多人会问我说 Vic 你的抹布 每次这样子清洁 是不是都丢掉 没有 我没有丢掉 我还会去把它洗一洗 用一用 这样子粉成很多 我们预计到这种 我们会怎样 确认一下 罗纹是没问题的 OK 好 弹簧的部分 其实是软掉了 我们帮它换一个弹簧 构造都不一样 山羊 它们很喜欢就是 把这里的那个 扇盖对不对 把它凹下去 凹在里面 有点类似油风 被挡住 这个有一个好处 油风如果出问题 它不会第一时间怎样撒出来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油风在里面 然后它是这样子做 所以这些都是有设计的 每一家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设计方式 然后你看这个油 都还在 所以你觉得这个还要再清洁吗 我的认知是 可以不用 因为它的油全部都还在 而且我看起来好像还蛮新的 所以我觉得它只是外观怎样 这里灰尘外观 沾掉 只是真的是灰尘沾掉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外观怎样 清洁一下就好 里面的油要不要换 可以不用换 因为还是好的 它也没有失去任何油 它油也没有被甩掉 所以有时候我们换油 也要看 如果它今天的油 已经没有呈现 高转了 或者是少掉很多了 那当然我们就要整个分解清洁 然后重新上油 这是必然的 所以不是每个都要去做 要试状况下去做 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你这样子收费要多少钱 我会问一句话 那你觉得这样子要多少钱 假设我今天用这样子的施工方式 我开个价钱 你愿不愿意接受 假设如果我这样子的施工方式 我的工资比别人还高 你们会接受吗 你们会接受吗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今天施工的方式 在网络上是越透明化 让大家都知道 哦原来你是这样子施工的 这样子工资 让你自己去评估 值不值得 说真的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有可能我觉得这样子施工下来 我收个500到800 有人会觉得好贵哦 我再收个1000到1200 好贵哦 那我再收个1500 好贵哦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的价位 永远都是有人收贵啊 那怎样才叫便宜 你心中自己一定会有一个答案啊 全台湾有这么多的机车行 你可以自己去比价啊 可是我要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车子这种东西是有关生命安全的 到底是生命安全重要 施工品质把你用好 让你骑车是没有任何所有的烦恼 是这个比较重要 还是价位比较重要 你可以去思考 当然啦 我们不会做那种很夸张的价位啊 一定是合理价位啊 绝对是合理价位啊 这顺畅度很好耶 所以才说不需要换 真的不需要换 让它清洁一下就可以了 让它换一下 然后离合器的部分 我们也会稍微帮它做清洁 好 我们来把离合器皮抹一抹就好了 Aview the monster OK 这样子就好了 记得不要再去碰到皮了 离合器装回去就好了 其实这种保养很容易 但是也是有技术成分的 如果你要DIY 真的务必要考量自己的能力 真的不行 你就是请车行帮你就好了 找你信任的车行帮你处理就对了 我打这么多一下是有原因的 尽量达到跟这个记号是一样的 你在拆之前你可以先做记号 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 我只会越做越透明而已 我们曾经有讲过网工艺 有没有是真远很简单 就是看它这一圈一圈一圈 有没有光滑面 那我们这样子看下来 它整圈都是光滑的 那很简单 我们就只要帮它做一些清洁就可以了 还不错 很好 工业盘跟普利盘我们有叫料 我们都是用原厂的套件 然后山羊的话 它有种层 所以你就叫一个种层 它刚刚珠子 是这样子放 这样子放进去 是错的 有包覆的地方是要靠右边 我的安装方式跟每一家都不一样 那没有所谓的对跟错 我觉得只要你确认好 皮带不会去卡到枫叶盘 这边确定是OK的 这才是重点 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都可以 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有那种 好像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这样子 不需要 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 其实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分享资讯 分享技术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互相提出来讨论 你知道这样子速度很快 大家进步的速度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车行跟车行之间的进步速度 还有消费者的姿势 进步的速度会很快的 好我们已经全部都整理好了 这台车 从一开始我们教大家怎么诊断 然后我们做了空虑 还有节流法 然后也有看它的脆落板的状况 那今天就是传动的整理 这台车会不会继续把它维修下去 会还是会 尽量的把它修复好 当然也是要跟我的朋友 稍微去约时间 因为要配合它的时间 也要配合我备料的时间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也很感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